房市交易冷清 买卖双方僵持不下 今年房价会不会下跌 备受关注 房仲最新调查指出 民众看点房价的比例已经超过半数 但不同年龄层看法差异大 30到39岁有四成四看跌 而50到60岁民众更多有超过六成 显示对房市看法明显更加谨慎 我觉得不会太大 而且什么都在涨 你怎么可能房子是这样的 在台北市应该影响也不多吧 但房地区毕竟它还是处于一个水准之上 所以它跌其实也不会跌很多 随机询问民众大多认为 如果房价修正幅度也不会太大 还有金控调查有52%受房者 预期未来半年居住地的房价 涨幅会超过3% 比先前比例为幅增加 其中有近四成认为 涨幅会介于3%到10 其实目前降价的建案并没有很多 甚至可以说是非常的稀少 那就算有所谓的让利或是广告价 那其实让的空间也不多 因为前几年其实中南部的房价涨幅 是比北部来说是高很多的 那当然涨越多 消费者就会觉得说 那要修正的时候 是不是修正幅度也要稍微大一点 南部涨幅最大区 其中之一就在高雄南子 短短一年半预售屋涨幅接近四成 逼近三字头 但当地房仲业者表示 不少投资客去年获利出厂 加上台积电高雄厂计划 调整为保留弹性 让屋主进退两难 购物心态也转为松动 房价短期内不容易回跌 伞练权送一块李梦山